各位觀眾朋友 我中樂透了 小獎啊小獎啊三百萬而已 然後我就很苦惱 我到底該買跑車還是SUV 然後我就買了一隻鞋 然後我就說 好像看過了他比較不會那麼環弄 對 那今天的題目我覺得很有意思 718 BOXTER 跟MACON的PREMIUM PACKAGE的PLUS 我到底該選哪一台 兩台大概三百上下 對不對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呢 他就解決呢 你這個難題 他之前開MACONIS 然後呢 他開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去換CAMON 718 KMAN 好 其實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解決你這個問題 因為他 你說叫你哥嗎?他要錢買了啊 可是他先 我一個朋友 他之前是開MACONIS 然後他後來 因為買了三年 他想要把它換掉 他又跑去買了一台718 不過他不是買BUSTA 他買718 KMAN S 所以 也是可以啊 就前後買就好了啊 那這種情況就解決你這個問題 對 就買兩台 對 買 你是不是在想幹嘛 買兩台 沒有 因為有人買一台 比買兩台還多錢 那現在我們就會想說 要買兩台 因為TUBE S 換這兩台還有CAMONIS 對啊 如果真的很喜歡保持簡單 你覺得車價 你可能預算型買家 還買不起 沒關係 先買行李箱 而且這個一樣可以Launch control 可以大力一點 他就可以滑了 可以彈射 可以彈射 真的可以 小心 一萬塊 沒有刮到 沒有刮到 對 那追統哥你覺得怎麼選啊 你知道嗎 李一筒這種人 對 照理說應該就買718 BUSTA BUSTA S 結果他不是 他不要選的 為什麼 為什麼他選MACON呢 今天的故事很精彩 因為他要告訴我們 為什麼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落在300萬上下 你要挑選的車款 然後幫大家做評比 晚上11點記得打開57台